大家好,我是明仔 我是Dan,明仔 我們今集去哪裡 是海龜的天堂 亦是全世界海龜密度最高的地方之一 海龜天堂?那是印尼還是夏威夷 是台灣的尼島,小琉球 台灣?可以看海龜嗎 對,帶你去見識人吧,出發 去吧 Kathleen曾經在旅行社工作 後來辭職去了澎湖打工 自此愛上了台灣的尼島 還在台灣考了三個潛水牌 回來香港後還出書寫卷分享遊歷 希望介紹一下不一樣的台灣給大家 這次她會介紹小琉球的潛水生態之旅 如果你都很熱愛海底世界 那就一定別錯過了 第一天,早上到達高雄機場 然後在東港坐船去小琉球 下午入住生態民宿 然後爬獨木舟看日落 第二天,早上坐玻璃潛艇看海龜 下午踩單車去環島 晚上去海邊看星星 第三天,早上去體驗潛水 下午去浮潛 晚上去酒吧喝一杯 第四天,早上去買小琉球小食 和手信 下午去靜探活動 之後回香港 你好,Kathleen 你好… 聽聞你很喜歡去台灣 你總共去過多少次 去過七十多次 差不多每個月都會去一次 但我記得你是特別鍾情於台灣的離島 是嗎?為甚麼 其實很多人都會去台北 我喜歡有海的地方 所以多去一些離島 你突然會突然喜歡海 因為香港沒得看 就是要向台灣感受嗎 沒有那麼清潔的水 也是 但海有甚麼吸引你 對 你是怎樣中毒的過程 我想了解一下 你看到海就會很舒服、很平靜 所以看到海就會很開心 是,但特別鍾情於小琉球這個地方 有甚麼能夠吸引嗎 因為我也很想去 知道那裡是很漂亮、很清潔的 對嗎 對,那裡是全世界最多海龜的地方 其實香港很接近 大約一個多小時後就能去到 這次的43天行程 是潛水生態路線,對吧 為甚麼會有這樣的想法 因為那邊的潛水 對香港人來說真的很接近 例如一般人去潛水 可能去印尼、泰國等 但很多人都想不到 原來台灣的水底下這麼清潔 我們下飛機後就住一間民宿 叫生態民宿 是… 我沒聽過這個名字 是甚麼民宿 因為這個地方很注重環保 所以其實島上可能有百多二百間民宿 但這間民宿特別注重環保 所以他們由設計、用燈、電器 都會省電一點 而且老闆不會提供一次性的牙膏、牙刷 希望來的客人也會帶回自己用的東西 這是老闆自己個人的理念 還是全島人對生態保育的東西都很強意識 其實全島的意識都很好 這間民宿的老闆就更加強烈 那有甚麼要注意嗎 譬如不要製造太多垃圾等方面 有甚麼特別 如果旅客去到時要留意一下 我想最重要是 自己要帶自己的牙膏、牙刷、毛巾 譬如水瓶 因為很多香港人去到台灣 很喜歡喝珍珠奶茶 譬如我們帶水瓶自己去買喝 便會消耗膠瓶或膠杯 我之前聽你說 是否說島上的垃圾 不能在島上處理 所以他們有這個意識 因為島上很小 所以島上沒有墳化路 或者像香港那樣的堆填區 所以所有在島上製造的垃圾 其實是要坐船回台灣本島去焚燒 所以盡量在島上 製造垃圾會更好 這是很大的工程 對 純粹我們在家裡煮完一頓 你就把垃圾放在後樓梯 他們是整個島… 那些垃圾就要混去 綜合了然後混出去,處理完… 但你下午會去一個 我覺得挺特別的名字 你也沒聽過潮漢帶 這是生態團地的甚麼 其實潮漢帶是退潮時才能到達的地方 例如一個沙灘 退潮時會走到50至100米以外的地方 上面有很多海膽、海星、蝦、蟹 上面甚麼都會看見 那是看的,我問的問題比較膚淺 是看的… 真的是想吃掉 對,我想問… 我知道他忍了很久 他說如果我看到海膽 可以這樣打開,它會暗地吃嗎 只是看而已 因為有些海膽也有毒 所以我們儘量不要摸動物 刺濫 不會有人那麼壞地把牠們捉走 拿來吃,應該不會 因為當地有法例 不能捉任何生物 否則就會罰款 當地是否吃海鮮果 對 當地也有 但某種類的小動物受保護 不可以拿走 例如有很多珊瑚或貝殼 如果每人都拿走一塊 其實沙灘很快就沒事了 接著你欣賞了一天的海景 第二天你就去一個… 因為我覺得很特別 有些人不喜歡下水 是否會特別為牠安排 半潛艇的玻璃雪 是… 這是否一個日程?例如我帶你去 其實這個半潛艇可以坐在船上 在兩邊的玻璃看到海底世界 可能有魚、有龜 在旁邊游過 但我相信那個深度不會太深 因為牠只不過是一個低潛艇 半潛艇 會否收了很多其他魚類 對,再低潛艇 其實因為龜也很會在水面 所以你也會看到 不過如果再想跟海龜 或者生物再近距離接觸 當然是換泳衣下水更好 那艘船你搭過多少次 那艘船搭過兩、三次 有否試過在那兩、三次見到很稀有 其實一般海龜就一定會看到 所以也不會說見不到東西 但你說到那艘那麼保育 有甚麼水上活動可以玩 例如人們玩泰國水上的電單車 可以玩嗎 因為整個島的電動物品不能用 保育 對,所以它可以動舟 就是一些無動力的活動 即是自己撐的就可以了 對…例如剛才說的半潛艇 螺旋掌有保護殼 因為它不想螺旋掌打破海龜的殼 所以這是最特別的 在這個地方才出現 真的每個細節都要有環保意識 對 我聽你之前說 是否說龜可以有適應 其實龜的左邊和右邊的面上 輪片的排列和數目都不同 所以其實每隻龜都不同 譬如你每次看到那隻龜 而你都認得它的輪片的排列 其實你就會認得它是 究竟是小龜A還是小龜B 但那一大人對它們都認得 即是叫這個不是小龜A 它昨天在這邊隔,為何會在這邊 很高興 有幾隻是當地很有名的 明星龜 對 他們會叫出它的名字 當地有個義工團體 叫海龜點點名 他們上載了下水拍龜的照片 左邊、右邊加上龜殼 上載後,他們有記錄 原來這隻龜在哪個地方出現過 我想問那隻龜有多少隻 如果非官方統計,它說這個島 起碼有幾百隻龜 所以你去到這個地方 看不到龜,比買六合彩更難 對 每次試試天氣如何都會看到它們 很容易看到 即使你不下水 在岸邊也會看到它們 因為牠們可能會有近埋岸 可能吃東西或呼吸 因為每隻龜大約20分鐘 就要上來呼吸 有否說小琉球這個地方 是哪個月份去最好 因為每個月都會去 其實牠可以整年去 因為小琉球這個地方 很得天口 台灣的中央山脈都會擋風 譬如平日冬天很冷 小琉球這個地方是不冷的 所以例如現在這樣 12月或1月 牠們都不太冷,可以照樣下水 如果我想租單車,還到油 那牠們可以直接去店舖 跟牠們租給牠們嗎 其實在碼頭附近有很多單車租 有兩隻單車 例如有一隻普通的單車 有一隻是有馬達的 如果有馬達的 可以上車時加少許油 牠們會自動上斜,會節省很多力 但價錢上是否有很大分別 其實也不大分別 我想大約一天200元台幣 那用不電動的呢 其實便宜一點,一百多元 電動吧… 那裡算是一個大景點嗎 即是有一塊石頭 我看過那些照片是很大塊的 那裡叫花瓶石 在碼頭附近 那裡也是一個很尊重的地標 每一個人去這個地方都會打卡 而且這個地方是浮潛的 一個很尊重的落水位 那裡是非常多小丑雨 以及海龜聚集的地方 你覺得這個地方 需要有一個導遊帶著你去嗎 還是自己可以… 其實我覺得自己去也可以 因為牠們不太大 可能半個南丫島那麼大 所以其實你自己慢慢踏單車 去探索已經很好了 即是第一次去也可以? 對… 好的 我們現在了解了陸地上的 以及在船上的東西 待會進水裡 我們下一節回來再聊聊 歡迎來到台灣 在台灣,海龜被列入為保育女動物 記得不要碰牠們 遺者最高可備付款 30萬台幣 祝各下旅途愉快 O.A.A.B.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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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A.D. 歡迎網球,潛水時大家不要塗防曬 對方上的防曬 對方法有機會令珊瑤白化 或是可以用標明對珊瑤友善的防曬液 或穿著長袖的襪衣 就不用怕黑吧 祝各下旅途愉快 好,第三天就是氣浴 你會帶我們下海 謝謝 我想知道你在小琉球的潛水 跟其他地方的潛水有甚麼分別 其實那裡比較清晰 我們經常說小琉球的地方 像玻璃水一樣 可能能見到20米或30米以外的地方 所以是非常清澈的地方 但你也試過在香港,對嗎 不行,在香港有20至30厘米 很近距離也看不到前面的人 如果在香港潛水有潛水 例如我的手放在這裡 也看不到五隻手指 你覺得是甚麼季節最好處 其實如果去小琉球潛水 全年都潛不到 但最漂亮的是11至4月 我比較不建議夏天 因為夏天會有很多颱風 你說的季節有甚麼好處 為甚麼要那個季節 因為冬天的水更清晰 而且冬天較少遊客 例如你下水沒有那麼多人跟你逼 對,因為以前我試過在沙巴潛水 不用考牌 是否一樣可以不用考牌 可以下水潛水 對,有一個叫體驗潛水 其實可以一個教練帶兩個學生 然後可以下潛水 他會在陸地上教你 例如水下有甚麼… 因為說不出話 所以教你有甚麼手勢 例如怎樣用保護器 怎樣用面鏡排水 而且潛不得心的話 其實耳朵會有耳壓 教練也會在案子上 先教你如何排耳壓 有哪幾個最基本的手勢 一定要認識嗎 例如可以,例如不可以 這不是即是社會的意思嗎 對,最重要是不可以 就一定要留意,這就是海龜 對,譬如教練就說 看這裡是海龜 你就要留意 不就要長期做甚麼 這樣做甚麼 通常教練也會帶一塊 像我們小時候的畫畫板 會帶下水 如果有些東西溝通不了 用手勢,他就會寫下 龜是否很大隻 如果你要去到別人 你認得牠… 我想這是寶寶龜 寶寶? 對 如果大隻龜 我想像你那麼高 那些人是多少歲 其實龜最長的壽命 是100歲以上 所以真的很大隻 你可以看著牠生嬰兒 結婚,甚麼都可以 牠會外出你 牠看著你不同的人生階段 牠… 因為牠很親民 牠不是很害怕別人 被牠兜巴升了一巴巴 挺痛的 那也算是親民 牠會刮你一巴巴 牠會這樣… 因為牠游的時候… 對… 你剛才提到,有些明星龜 牠們是甚麼明星 其實有幾隻很標準的龜 剛才有提到有一隻… 一巴巴 對 那隻叫小秋 小秋?為甚麼… 一個時候… 下秋 下秋 對,然後有一隻很猛的 那隻叫大鼓 然後有一隻… 每次看到牠,牠都在吃東西 那隻叫吃貨者 所以很多這些明星龜 其實你去到同一個地方 基本上都可以找到牠們 但如果你看到一隻,大家都認不出 大家都有一個共識 就是這隻是新的 是否可以替牠們改名 有一個群組,叫海龜點點名 譬如今次下水 我有帶相機進去 就替牠們拍左邊、右邊 以及牠們的龜殼拍照 上去 如果真的沒有被記錄過 你就可以替牠們改名 叫陸德華或麗媚 我看到你在桌上也帶了自己的工具 你有甚麼特別的拍照貼士 在水底裡嗎 因為很多人拿潛水相機到海 拍出來都是一坨藍色的 其實可能要了解光學的問題 因為其實光會吸收紅色或橙色 所以我們到水後一定要戴燈 或拍照要打燈 要補充顏色 即使日間也要打燈 也一定要 不用遲到很低,也要打燈 綠米後,顏色就會消失了 但可以這樣全面帶進去 不會影響生物、龜龜 我們通常不要直接打燈 因為可能龜殼看到那麼多閃燈 其實也不太舒服 所以可能很快拍完後便離開 但很麻煩 如果要在水底看背景 或看你之前拍過的照片 有甚麼特別要留意嗎 其實也要慢慢在案件上練好 因為在水底下 可能要顧自己的呼吸 顧相機 其實很多東西要操作 所以其實練習是非常重要的 你潛了多久才夠膽… 現在是潛水家攝影 才夠膽攝捉這件事 其實差不多要年齡 例如這麼大套的相機 也是最近的 之前是帶小部一點 小部一點 對,這樣會比較容易處理 我想問你 如果我很有興趣去考牌 過程是怎樣的 其實你可以先在香港 跟小琉球那邊的潛水店 先報名 然後可以預先把本書… 因為本書要先讀 大約200頁 然後要先做寫文書 要寫文書通過後才可以下水 寫文書是在小琉球那邊寫嗎 在小琉球做的 通常教練會在岸邊教你基本動作 例如有些項目要你在水下完成 你才可以通過 通常我們考第一個牌照 就叫做開放水 例如如果完成了 再想考高深一點 有進步,可以再潛深一點 你潛了這麼多次的水 有試過有些死亡經歷嗎 死亡經歷? 有一次,不是在小琉球 有一個地方叫蘭嶼 也是台灣其中一個島 那次玩得太開心了 我潛了差不多40米 我忘記了… 因為一直在拍照 忘記了看錶 其實要有時間,要上去 然後錶在響我都聽不到 你那麼靜靜也聽不到 沒有其他聲音 對 然後開始有點頭暈 原來發覺到開始有點淡醉 淡醉其實是一個症狀 例如我喝了很多酒 會有點溫暈的感覺 淡醉就是會有這個感覺 在水底下會有點溫暈的 是突然淡醉了這個感覺 還是你慢慢淡醉自己也不知道 對,等於我喝了幾杯啤酒 開始溫暈的感覺 但如果嚴重起來 其實因為你溫暈了 就會亂說話 在水底下亂笑 其實是非常危險的 不… 所以要非常小心 淡醉跟普通人醉 是否一樣會是… 我沒有醉,是自己不知道的 對…真的會不知道 我淡醉嗎?我不覺得 你別說 旁邊的人 可能會突然覺得 為何旁邊的人好像怪怪的 亂說話 或是裝飾自己嘴巴拔走 就會非常危險 要到某程度的深度 才會有淡醉嗎 對 譬如你上去後 是否立即消失了 還是你要休息一下 對,要休息一下 例如我那次 因為上水後就頭痛 然後教練就說 你不可以再潛了 下午要休息一下 所以玩的時候 真的要小心一點 到了第四天的中午時 是否有不同的保育活動 可以參與 對,其實因為小樓頭這個地方 他非常注重環保和保育 其實當地 他差不多每個月 都會有一些靜灘活動 就是幫忙一起去沙灘撿垃圾 撿垃圾後非常好 你每次撿兩公斤的垃圾 他就會給了一個玻璃貨幣 就是這隻 對 那個貨幣 就是當地一個藝術家 在海邊撿了玻璃 他就畫了一些圖案上去 然後你用這個貨幣 其實可以在當地 換不同的食物或買東西 都可以的 其實不僅可以潛水 又可以試保育、環保 或者幫忙保護這個地方 這麼漂亮 這些可以當成錢用的 很漂亮 當成錢用 不捨得用 那這些是多少錢 例如一個貨幣換成一個芒果冰 所以每間店舖 這個島上差不多有100間店舖 都可以用這個貨幣 這就是你撿回來的垃圾 換成貨幣 對… 每一個就是2公斤 可以拿到銀行嗎 你又掛著錢 銀行也是給芒果冰 我想傳給他,可以嗎 好,謝謝Captain今天上來分享 這麼精彩的行程 謝謝 明仔,我去旅行 從來都是想著玩和吃 沒想過可以一邊去旅行 一邊保護這個生態 不要緊,你今天開始想也不遲 好,那我們下集去哪裡玩 你這麼快又打算去玩嗎 真的沒理由,告訴你 我們下星期再見,再見… 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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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